門外裝滿麵包糕餅的玻璃櫃 餐廳入面對坐的木製卡位 牆上麥鋪的小瓷磚 昏凰光線的掛牆燈 這一切舊式裝修 都可以在蘭亭咖啡角入面找到 這間有五十多年歷史的茶餐廳 近日就貼出告示 將會隨著2017年一起完結 不少老街坊知道之後 都走緊最後的時光懷面 有時都是自己拿一本shake來看 但見到很多老街坊都是老闆 覺得很親切 而且感覺到這些裝修 仍然不像我們書年代那種 仲學懷舊 老闆的雞皮很好吃 真材實料 他們做的東西都很精緻 所以對他們的結業我都很捨得 很多人打算帶我兒子來吃 很舒服 老闆唐先生做過很多行業 去到1989年年尾 偽然接手這間茶餐廳 外行人突然間成為餐廳話事人 兩夫妻邊做邊傳摩 而餐廳即跟在旺角 這個升風血雨之地多年 江湖市當然見識過 真的拉著刀 有些在樓下也在樓下也見過 但是後來都開店了 沒有見到血 唐先生 除了冷靜面對刀光劍影 對客人也同樣充滿耐性 當然會 但做這行業有時 有時客人有時很急 很多什麼客人都有 有時會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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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過了又可以的 是這樣的 每個時刻我都跟自己的業工 都是這樣說 每個時刻都很約算 每個時刻 大家都是過月 大家不要記些不好的東西 記些好的東西才開心 做人要這樣 要結束多年心血 覺得不捨得是人之常情 不過唐老闆就認為 每件事都有開始 有完結 雖然未知將來會否重出江湖 但就如告示所說 有緣再聚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